安全、舒适、满意 是远东航空从1957年成立以来 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的服务态度 远东航空在1962年 开辟了第一条国内航线 从台北到高雄 目前在台湾地区共有七条航线 所提供的服务 不但同时满足了商务人士 和旅客的需求 也是台湾主要航线的领先者 1992年远东航空 首度引进国内航空商务舱 美丽的空服组员 经常忙碌但亲切地穿梭在客舱里 服务商务旅客 夫妇 情侣 小朋友等各阶层的乘客 远航空服员的微笑与服务 赢得了无数的满意与信任 在地面 第一线的柜台服务人员 同样以热情的红色面对旅客 最尖锋的时候 每位柜台人员 一天需要服务60位柜台旅客 他们的耐心与热情 来自于人性 制度以及训练 银心贵宾室是另一项体贴的服务 国内航空贵宾室也是由远东航空 在1989年首度创立 高雅舒适的环境能使旅客完全放松 丰富的餐饮内容满足客户不同的口味 便利的资讯提供 甚至获得国际组织优质的平等 从成立以来 远东航空在台湾地区的累计载客量 已经达到了上亿人次 是台湾目前总人口数的四倍以上 远东航空的员工数 则发展到目前约1200名 公司并且在1997年12月正式上柜 1997年3月10号 远东航空一架客机被截至对岸的厦门 由于空中组员应变得宜 加上经营团队指挥得当协调迅速 最后使人机同时在最短时间内平安返航 座舱长高永珍 因此获颁年度最佳劳工奖 远东航空则获得台湾观光记者协会 颁发最佳危机处理奖 2000年1月20号 交通部民航局主办台湾地区 民用航空运输业营运评件 远东航空拿下服务品质第一名 获颁金翔奖 这是台湾航空运输界 有史以来所获得的第一项荣耀 《行骗天下》杂志举办的金钻奖 远东航空几乎年年第一 一周刊首度举办服务第一大奖 远东航空还是第一 不论是哪一个单位主办 在所有各类客户满意度调查评选当中 远东航空已经成为经常性获得 台湾地区航空公司 整体满意度第一名 在机务维修方面 远东航空除了资深 带领资浅的维修人员外 更建立了一套标准维修处理流程 个人化的细腻经验传承 配合整体渠度面的操作学习 不但累积强大维修能量 更成为同业中的楷模 远东航空还先后获得 菲律宾民航总局 中国民航总局 以及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 机务维修认证 由于机务维修和远东航空 全公司都通过ISO9000认证 因此不论是卖到80系列客机 或是波音757200型客机 远东航空的机队派遣率 平均都要比国际水准 高出0.5%到1% 远东航空因为树立维修流程典范 具有高度对内对外维修能量 因此获得FAA极高的推崇 远东航空现有机师100多位 每位正机师飞行经验丰富 平均超过9000小时 使得飞安成为远东航空 最核心的价值 以10年为计算周期的失事率来说 远东航空已经保有连续两个周期 失事零纪录的骄傲成果 在机队方面 远东航空目前一共有19架飞机 包括11架MD客机 7架波音757200型客机 以及1架757200型全货机 远东航空的商业彩绘机 更为著名 目前一共有5架色彩缤纷的彩绘机 每天飞行在台湾地区的上空 以及东南亚 韩国等航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搭乘远东航空 远东航空目前致力于国际航线的开拓 从1995年开辟第一条国际航线 台北到帛琉以来 所飞行过的国际航点 遍及亚洲9个国家地区的22个城市 开辟过的航线多达25条 其中潜水盛景帛琉 以及文化旅游朝圣地吴歌窟 尤其获得广大好评 在台湾与韩国断航十年之后 远东航空在2002年5月 率先以包机模式 飞行台北到汉城航线 重新开启台湾与韩国之间的往来桥梁 同时在两岸直航以前 远东航空从台北飞韩国际舟 再转机上海的航线 持续要4个小时 是台商赴上海 以及台湾民众赴大陆华东地区旅游 最快速的航线 远东航空现阶段发展目标 在于本土与区域市场并重 以舒适豪华的波音757200型客机 飞行亚洲区域各城市 并以优质旅游家的概念 提供民众赴海外旅游 在现有多达10条以上的 国际航线的基础上 远东航空将成为 在台湾地区以及亚洲地区 同时占有广大市场的 台湾航空公司 远东航空的中级规划 则是以两岸市场为主 服务台商以及两岸旅客 货运发展将成为 远东航空另外一个重心 远东航空成立初期 就是以货运经营为主 具有丰富的货运经验和历史 目前则是以独特市场开发技巧 开辟中南半岛的货运航线 并以波音旧期200型全货机提供服务 航线网络将逐渐延伸至香港 澳门 中国大陆 建构成完整的区域货运网络 永远值得信赖的航空公司 远东航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